4月28日 共和党籍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发表通告 介绍了一个名为脚本的新法案 该法案的全称是 制止审查 恢复诚信 保护电影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不再为那些接受中共内容审查的电影公司 影视工作室提供专业咨询 技术协助 及授权他们使用国防部资产等 通常 好莱坞大片为呈现真实军事情节 都会与五角大楼合作寻求协助 特鲁兹在当天推文中说 长期以来 好莱坞以获得更大利润为由 配合中国的审查和宣传 脚本法案是一个警醒 促使好莱坞制片厂在他们所需的美国政府援助 与中国市场挣得的美元之间进行选择 其实 共产党对西方影视文化的渗透由来已久 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就曾说 如果能控制美国电影媒体 他将无需任何其他东西 就可以将全世界变成共产主义 作为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 大陆万达影业老板王健林的院线王国 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王健林曾毫不避讳地对外宣称 做企业要与政府走得近 他从收购美国AMC院线和卡麦克院线 到收购澳洲第二大连锁影院 再到收购欧洲第一大院线 王健林的集团控制了大约全球20%的大屏幕 不光王健林的企业他有万达影业 万达院信在做这个事情 你看看现在阿里巴巴也开始做电影行业了 那么王健林做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说你有批评中共政府镇压人权的行为 我就不跟你上线 比如说有涉及到法轮功活摘器官的内容 我就不跟你上线 你不可能是让美国人了解到 中共政府干的这些这个龌龊事情 所以它等于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旗当中的 一个旗子而已 我们在整个大局当中看 它相当于一个凤凰卫视 美国凤凰卫视的这样一个角色而已 这个乡长凤凰卫视 被认为是中共官媒的一个海外分支 其老板刘长乐具有中共军方背景 上周特鲁兹议员也提出法案 禁止中国共产党 利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广播电台 对美国人进行宣传 其中就点出凤凰卫视 通过墨西哥的一个广播塔 对美国进行政治宣传 这些新法案都是克鲁兹参议员发起的 对抗中共对美国文化和教育领域 渗透行动的一部分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